王小飞道 东海公应该也是黑榜的一员 我悬赏杀他们的人 他们会不会截杀奖励物品和来领奖的人 唐军志道 这事你大可放心 他们不敢做这事 否则就是与所有门派作对 再说了 送货奖励等事都有专门人员进行 各种的保护措施都有的 那么多年的黑榜了 在这方面还没有出过错 王小飞暗自撇了一下嘴 心想那是以前没有哪个门派被人追杀 现在东海公是被自己悬赏 他们难免不会做一些特殊的事情 不过这事王小飞很快就不去想了 能够接这些任务的人 谁不是凶悍之人 他们除了不怕这以外 肯定也有着许多自保的手段 就算是东海公真的把领奖的人杀了 那也是黑榜的事情 自己只需要把这奖品送到黑榜就行了 我说各位掌门 你们都是大人物了 怎么也跑来做这样的事情 王小飞根本就不给他们面子 抿了一口茶水就问了起来 韩林城苦笑一声道 王道友啊 你还不知道丹药的珍贵啊 想我们地球上的修真者 随着林脉的不断被毁 随着天道的断绝 有能力的人都已踏上天道而去 各种的传承 现在已是差不多断绝了 你说那东海公为何发展得那么快 其实啊 这与余子杰的关系很大 一个丹师 并且能够炼制一些丹药的丹师 在这地球上是非常吃香的事情 东海公有了余子杰 他们的修为提升 明显比我们这些门派要快呀 张盘龙道 虽然我们昆仑派也有一些传承 单方也有几样 但是你用来奖励的这些单方 确实没有 听到这样一说 王小飞的心中也差不多明白了 这些人现在到了那么高的修炼阶层 他们想提升哪怕一点点 都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得到了自己提供的丹药的话 至少又多了几分希望 我可是说好了 如果东海公的高手到来 你们是要挡住的 听到王小飞这样一说 张盘龙微微一笑道 你尽管放心 我们肯定不会让他们把你怎么样 其实我们也知道 他们是无法把你怎么样的 看到张盘龙那似笑非笑的表情 王小飞心中明白 他们估计也怀疑到自己的福宝之势了 怀疑就怀疑吧 王小飞对这事也无所谓了 十个高手分别盘坐在屋子的各处 王小飞知道他们是从现在开始 就保护起自己了 道爷并不再去影响他们 自己也找了一个地方 上网查看了起来 又是一天过去了 王小飞交给了黑榜 接收丹药之人 一百粒丹药 已是被人领走 这代表着东海公 已是死去了上百个高手 这在整个的修真界 已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在东海省的一座小岛上 王小飞见到了东海公的公主 幻语真人 这是一个看上去中年人的样子 长得也帅气 身后更是站着八个女修 双方相对而立 王小飞的手中早已是暗扣着福宝 张盘龙等人虽然没有挡在前方 站在那里时却也是一道防线 王小飞你找死 幻语真人一冲到了岛上 对着王小飞就狂吼起来 幻语真人 要不是看在张掌门他们的面子上 老子还不想理你呢 发什么脾气 到底谁是谁非 你比谁都清楚 想杀我王小飞 也要看看你们有没有那个命来杀 老子现在就把你干掉 幻语真人说着就要冲上前去 王小飞撇了一下嘴道 哼 幻语真人 别光说不练 先过了我的十个宝镖再说吧 说完话 王小飞退了回去 拿出了一套桌椅 然后把茶具也拿了出来 用蒸汽把水烧涨 然后就自己在那里泡起茶来 你 幻语真人完全没有想到会发展到现在这种情况 眼看着自己门下的弟子一天天的减少 他不得不来见王小飞了 本来幻语真人的目的就是到了这里之后 镇住王小飞 从而让他撤了悬赏 可是看王小飞的样子时 这小子软硬不吃啊 真人 还请留步 就在幻语真人冲上前去时 苏震源上前一步就挡在了他的面前 你们 指着苏震源等人 幻语真人的脸上露出了惊恐之情 苏震源等人面露尴尬之情 唐君志道 有什么话好说 真人啊 没一分钟 你的门人弟子都有着生命危险啊 听到这话 幻语真人就更加不安起来了 唐君志所说的话还真是实在的事情 再这样下去 王小飞倒是不急 自己的门人弟子可就要被杀完了 王小飞 你到底想怎么样 吸了一口气 幻语真人沉声问了起来 看到对方摇头 王小飞却是并不解气 同样沉声道 这话是我想问你的 你到底想怎么样 幻语真人气闷道 你立即把悬赏撤了 哼 笑话 只准你们悬赏杀我 就不许我悬赏杀你的门人 说到这里 王小飞看了一眼打开的黑榜情况 微微一笑道 没想到你们东海宫 那么不得人心呢 看看 又有两个练气十层的人被杀了 据说 还是你们的核心层成员 幻语真人大吉 看了一眼身后的人使 电话打了出去 很快 幻语真人就知道 自己派到欧洲去办事的两个长老 被人杀死在大街之上 两个练气十层的高手啊 这下子可以说是伤筋动骨了 王小飞这时又说道 网上仿佛在说 你们东海宫在全国各地都有许多弟子 唉 真不知道 他们还有几个活着回东海宫啊 你 坏语真人这时指着王小飞的手都在发抖了 他是真的急了 再这样下去 自己那些在外面的门人弟子 没有一人能够活得了 抿了一口茶 王小飞又笑道 笑死人了 你看看 你们东海宫内部都出了问题了 你的九姨太竟然被人杀死在了屋里 还是堵死的 我说 幻语真人 你那门派也需要好好地整顿一下了 再这样下去 你被人堵死了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 啊 幻语真人并没有看黑榜上的情况 身边的一个弟子 附在他的耳边又说了几句 王小飞 开出你的架 幻语真人知道现在真的不行了 只有与王小飞讲价才行 王小飞哼了一声道 哼 该做什么 并不是我要说的吧 你会不知道怎么做 王小飞 我们就各退一步 我立即撤了悬赏 你也立即撤掉 王小飞哼了一声道 既然你要悬赏 我们就一起悬赏吧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我不过就是一条命 能够换东海宫的倒台 这事倒也值了 幻语真人哼了一声 对着身后的人大声道 把对王小飞的追杀悬赏 撤掉 很快 黑榜上一时 失去了对王小飞的悬赏 做完了这事 幻语真人看向王小飞道 王小飞 我也表示我们的退让 悬赏 我撤掉了 你说撤了就撤了 你知道我因为这事 有多大的损失吗 为了炼制丹药 我倾尽全部的身家 去购买林草 仅购买的钱 就达到了千亿之多 我被你们追杀 受伤之后 把我唯一一颗 用来保命的珍贵丹药 用掉了 从此之后 再没有那样的丹药 无价值药啊 还有 我请了十位高手保护 你知道 给他们的报酬是什么吗 那可是我自己 都难得的丹药 那些丹药价值 真是难以言说 反正都付出丹药了 那就拼到底吧 我损失了那么多 收都收不回来了 听到王小飞这话的人们 都是嘴角抽动 这王小飞也太狠了一些 这架开得很大了 就算是东海公有着底蕴 在这次的赔偿之后 也是要伤筋动骨了 说完这话 王小飞自己倒了一杯茶 仿佛对于这件事情 并不在意 又瓶起了茶水 换雨真人现在真是气急了 双拳捏着想冲上前去时 看到张盘龙他们站在那里 根本就无法冲上前去 哟 又有一个练习九层的人死掉了 也不知道是谁把他干掉的 厉害啊 王小飞指着电脑 又笑了起来 王小飞 一千亿就一千亿滑笔 我们付给你 换雨真人咬牙说了一句 王小飞淡然道 仿佛你没有听明白 除了一千亿之外 还有大量的无价之宝 你 换雨真人知道 今天王小飞是狮子大开口了 可是自己又拖不起 看向了苏震源等人 换雨真人道 各位 是否看在我们以往亲密关系的面子上 还能以往亲密关系的面子上 还能以往亲密关系的面子上 我 还能以往亲密关系的面子上